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React Redux的使用 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React,也学习了Redux 那么React Redux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React之中更加方便地使用Redux 那么这节课呢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地听 在课程里呢,我会带大家复习之前我们学过的Redux和React的基础语法 同时呢,我也会把React Redux新的知识结合进来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 List 在这里,首先我把Store目录下的东西全部删除 然后我把To-Do List这个容器组件删除掉 再把To-Do List UI删除掉 我们呢,重新来编写我们的这个To-Do List功能 在这个过程中,我来教大家如何使用React Redux 首先,如果我们想用React Redux 我们要先安装React Redux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停掉我们的服务 清下屏,运行 yarn add react-redux回车 很快我们的React Redux就会安装成功 我蒙起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这个时候呢,你的服务是肯定起不起来的 原因在于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index.js文件 它需要引入一个To-Do List的这样的组件 那我呢,就在src目录下创建一个叫做To-Do List这样的一个组件 做To-Do List我们一起来写 import react component from react 刚写代码的时候呢,我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种编辑器提供的自动补权的功能 因为呢,在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去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巩固对一些关键词的记忆 所以这个时候呢,尽量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打 classTo-Do List extends a component 我们要有一个render函数 我先呢,把tab变成两个空格 render return一个jsx 这里面,我就不用onDesign来做布局了 还是简单的来写 最外层要有一个大的包裹元素 一定记得,只能有一个 这里面呢,会有一个div标签 首先有一个input 再来一个button 我们来写一个提交 下面呢,是一个ul 里面会有几个例标签 我们写一个就可以了 del 保存 保存之后呢,我们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组件导出出去 export default to-do list 写完之后呢,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 首先到这里,我们去启动一下我们的服务器啊 它需要一点编译时间 好,del已经输出出来了 大家来看啊 说明我们的todo list 一开始编写的是没问题的 接着呢,我们说 我们要通过redux去编写我们的代码的话 所有的数据尽量的应该都存在store之中 那store怎么创建还记得吗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叫做 文件夹叫做store 在这里面,我们创建一个index.js文件 在index.js里面呢,我们这么去写 import create store这个方法 from redux 然后呢,我们想const store等于create store 最终在export default把store导出出去 当然呢,我们说store呢,相当于是图书馆的管理员 他呢,并不知道这个数据应该怎么存储 我们需要一个纸片或者说一个笔记本帮助他管理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会在store里面创建一个reducer,对吧 我们说reducer,先呢,我们在这引入reducer ok,创建store的时候 我们要把reducer传给create store这个方法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reducer它是一个什么内容 它是一个纯函数 所以export default一个函数出去就行了 这个函数呢,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state,一个是action 默认情况下呢,我让他把state最初的这个状态给返回出去 接着我们来看 数据有一些初始值 所以我会定一个const default state等于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input value 它的初始值是空 还有一个list它的初始值是一个数据 那state在做初始化的时候,我让它等于default state 保存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reducer写好了 store也创建好了 接着我们到to do list里面 我们呢,我们呢,想用store里的数据怎么办 之前我们都是这么写的 constructor probs super probs 然后this.r state 等于 首先我们要import store 从当前目录下的store 下面的index.js我们可以不写 然后呢,在这儿它等于store.r get state input呢,我们就可以写一个value值 让它等于this.r state里面的input value 实际上这个value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reducer里面的这个初始值 我们可以填一个hello word导存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下 大家可以看到 hello word就展示出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store 创建了reducer 然后呢,组件和公用数据做了连接 这节课呢,我们要讲的react redux 它呢,可以方便我们在react之中使用redux 那么我们看 react redux应该如何被使用 首先 我们说store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呢 to do list里面 也有这些内容 接着我们来写这个react redux的一个写法啊 首先 这个时候 index.js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直接渲染的是to do list 其实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这么做 我从 大家来看我这么去写 import from widely from react 写完了之后呢 我就制定一个 const 叫做component 或者说呢 const app 这是一个app的组件 它呢 就等一个jsx 好的 大家来看 我怎么写啊 比如说 provider 其实provider 就是一个组件 然后我们把to do list 写在这里面 接着我们把app作为组件 传给react.dom.render 实际上我们整个页面要渲染的是app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jsx的语法 这个语法里面呢 它最外层是一个provider组件 provider组件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react redux 这是react redux提供的第一个核心API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来看 在这儿我继续写 import store from 当前录下的store 也就是在index.js文件里面 我们去引入了store 把store引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做 在provider上面 我们可以写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值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store这个变量 一旦我们这么写 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管怎么样 先看一下代码能不能正确执行 大家刷新养来看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这段代码呢 现在能执行 那provider它的意思 我来给大家翻一下 provider的意思是 我这个提供器连接了store 那么我这个provider里面的 所有的组件 都有能力获取到store里的内容了 好 大家听好了 provider这个时候 已经把store提供给谁了呢 提供给它内部的所有的组件了 你可以在这写 其他的一些自己定义的组件 比如说A 我们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B 这样的组件 因为这些组件呢 都在provider组件的内部 provider组件和store 做了关联 所以这些内部的组件 都有能力去获取到store里的内容了 所以大家记得啊 reactor redux 第一个核心API 叫做provider 它呢去连接store 它连接好了store之后呢 它内部的组件 都有能力去获取到store里的内容了 接着我们来看 to do list 是provider里面的子组件 所以to do list呢 就有能力获取store里面的数据了 那它怎么获取 现在我们看我们的to do list 我们获取store里的数据是怎么获取的 是通过store.get state获取的 但是 当我们用了reactor redux之后 你想获取数据 就不用那么困难了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这么来写 import connect from reactor reactor redux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reactor redux 提供给我们的第二个核心API 叫做connect 但我们看connect 如何来使用 我们说之前 provider组件 我们里面已经连接了store 那么to do list 就有能力获取到store里面的内容 那怎么获取 就是通过connect这个方法 获取到store里面的数据的 那我们看怎么写我们的代码 之前我们直接导出的是 to do list这个组件 下面我们这么去做 export default 我们导出的是什么呢 我们导出的是connect方法 我们把to do list传给这个方法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写两个内容 我们先写成none 我们来翻译这句话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 让我的to do list这个组件 和store进行连接 所以connect方法的意思是 做连接 做什么连接 让我的这个组件 和store做连接 好了 我这个组件 能不能和store做连接呢 可以 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的这个组件 在谁之中 在provider组件里面 provider这个组件里面的 所有组件都有能力 去连接store 那么当然 to do list 是它的子组件 to do list 就有能力 去连接store 怎么连接 就通过这个方法 来连接 这个方法的使用 就是这个语法 好了 它的意思 再强调一遍 我让我的to do list 和store做连接 现在 我们已经让我的to do list 和store做连接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说 那么 你在和store做连接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定的连接方式 从而我们衍生出 第一个参数 叫做 ponst map state to props 它等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呢 固定写法 它会接受一个state 也就是store里的数据 它会return一个 对象出去